后面还有一段 由慈障大悦 是二殊胜 亦者 我去众生 亦得往生极乐 不负更多我道 表梅桃悲心无尽 度化无语 这个意思 我们能体会得到 二殊呢 凡往生的席界做佛 就近不提 这个话 只要你往生 平位高下 没有关系 欧叶大师 在弥桃经要节里面告诉我们 这是他自己说的 他希望 这一生当中 决定的深信 什么品位呢 下下品就够了 他就满足了 真的吗 真的 他是真的通了 为什么呢 你上上品往生 你是阿维悦之菩萨 下下品往生 也是阿维悦之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 跟谁平等呢 跟佛平等 跟阿弥陀佛平等 往下 往下我们都能够看到 这使我们对阿弥陀佛 真的是 真的是无体一头地 没话好说 世出世界 低等的好人 我们到极乐世界 不比他差一点 跟他一样 连身体相貌 都一样 是由此可见 弥陀 本心 念念 愿一切众生 成福 这个心念 我们要学 是在世间人 所以不能成福 所以天天在造业 他起什么念 希望 我比任何一个人多好 那别人比我好一点 我就嫉妒他了 我就生烦恼了 这念头怎么能成福 这个念头 怎么能往生 真正想这身往生的人 你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 我们在讲习当中是 常常提醒大家 征求往生 心同福 愿同福 得同福 心同福 你只有这四个同 你就决定得生 真心 是这样的 你每天念不念佛 都无所谓 自然感应到脚 阿弥陀佛是什么心 念念 希望一切众生 赶快成福 还有冤家 还有对头吗 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无论他犯什么样的错过 都叫什么呢 夜市迷惑 那不是他的本心 夜市颠倒 一切勇士 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他不吃亏 我们自己吃亏 这是真理 你也想懂 所以真正念佛的人 真正求往生的人 要怎么看 把所有 夜市众生 都看成阿弥陀佛 感恩的心 真的这样看法 不是 我应当 这个看法 错了 他真的 事实是如此 一点都不假 谁做到了呢 相才同志做到了 你看花眼镜 相才同志一生成就 一生正得究竟圆满的佛国 他凭什么 就凭这一点 帮助我的人 赞叹我的人 有恩于我 念念不忘啊 是佛菩萨照顾我 毁谤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也是佛菩萨 没有两样 佛菩萨来考验我 看看我还会不会生烦恼 一生烦恼 更应该感激 我说不及格嘛 明明他对我有恩呢 我为什么还要恩将仇报 那不就糊涂了吗 他贪图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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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外之无 这完全是假的呀 那钱财 我用他用不着一样吗 何必去计较呢 全是一场空 所以 那个感恩的心呢 从这里生起来 没有一个不感恩 我们这一生才能圆满成就 所以 起心动念了 想一想 阿弥陀佛会不会起这个念头 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 真理 只是迷雾 迷而不觉 那叫造义 叫轮回义 绝而不迷 这就是往生之道啊 学佛的人 还有看不顺眼的人 还有看不顺眼的事 你就错了 你真的错了 学佛的人 样样欢喜 我们过去传讲啊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陷害我也是好事 我考试通过了 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我没有怨恨 没有烦恼 还是一样的 喜乐 发喜 充满 对了 考试通过了 要感谢考试的人 考试不及格 也要感谢考试的人 不及格 我再更要用功 我这一关没过去 及格了 我感谢他 这一关通过了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你说你多快乐啊 你多幸福啊 早年老师把佛法教导给我 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就是最高的享受 永远感恩 永远欢喜 永远自在 就这个要学 念念愿一切众生成福 当你跟有人 人过不去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人 你心里不自在 不舒服的时候 你把这一句多念 阿弥陀佛 念念愿一切众生成福 你的怨恨就化解了 你的烦恼就消除掉了 阿弥陀佛